今天我提供的感想和记录 首先你讲一下你今天的队创的这个纪录和你今天的比赛的感想 你今天对这个纪录有多少个感想 我今天比赛主要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有伤病 然后能有养了将近四五个月吧 然后没有系统的训练 然后这次比赛就是来以赛带练 然后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 然后能跳一个好的成绩出来 然后今天还行发挥得还算不错 所以算是这两场比赛来说最好的一场 今天我的记录是8m14 所以在两场比赛的训练 所以我一直在四五个月的训练 整个人不在的训练 今天是练习的训练 今天的記錄是很溫馴滴的 謝謝 謝謝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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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其實今年的比賽的話 我没有去想太多,因为我之前的伤病还是挺严重的 然后就是说有可能会达不到很高的水平 然后也不敢去想,也不太去想伦敦式行赛 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 就是如果能达到那个极限,能达到标准 8米5的标准,我就去打 如果实在达不到的话 我就去准备今天中国还有一个全国运动会 所以说我是也算是尽力吧 尽力去争取伦敦式行赛的名票 我当然全国的线连选择 全部都如初译 张标 张标 我图个的计划 明天是年初译考译身赛的位置 都要计算了 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全国民大会, 全国民大会, 全国民大会, 所以我们在那边参加, 所以要是要是世界選手権的参加標準記錄を突破次第8m15的目標 也就是期待 那當然你們是不是要必須的要參加能夠被選擇這個參加試騎才要通過這個參賽資格必須這個判明一無二才能有資格? 對 因為倫敦試騎才是標準的判明一無二 要如果沒達這個就不可能 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有四個選手達到標準了 然後每個國家只能派三個 就算我跳到8米5我也不一定能去 今 中國的線 幅跳は既然三人が標準記錄を突破したということで 例如 私は初めて1号突破しても 四人既然もう突破した記錄を突破したんですから 私は選べない面という可能性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はい そのほうがございますでしょうか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それではこれで記者会見を終了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この後 補充セッション 補充セッション